最近有福利機構和煤氣公司合作 為輕度認知障礙的老人舉辦攀任班 由職業治療師設計 針對腦有記無記性的問題 在香港,65歲以上的長者 每100人就大概有5至8人患有認知障礙症 80歲以上的更有近2至3成 老人有輕度認知障礙又會是怎樣的呢? 長者會開始覺得一些比較複雜的活動會困難 例如煮飯,因為涉及時間控制、步驟、先後 64歲的學員碧玉 在近一、兩年就開始沒有記性 我試過有時坐在那裡看電視 看,為什麼還燒味 才聞到不記得色果,試過一字 家人見過他有這些情況 可能就索性叫他不要煮東西 但對於長者本身,他的自尊心也有點打擊 因為他一向都有煮 現在好像我沒用 其實這一類的長者還有學習能力 在有提示及輔助之下都可以煮到食物 課程就教長者用計時器 平時煮食會不會這樣計時器? 我沒有計時器 我自己在家看那些食物熟的 這樣就能吃 做到老,學到老 是否都有幫助? 有幫助 你計時就不會過時 起碼煮的食物不會太硬 上課用的食譜都經過精心設計 除了是不同顏色的放大版 還會按洗、刺和煮食的順序排列 一步步完成就不會搞亂長者 食譜又加了一些安全意識 提醒老友記要關火 平時煮食會說做到七成熟、八成熟 其實對於他們可能會比較難掌握 我們只是用實時代表 而且會特別標示用計時鐘 試行了兩期課程之後 黃姑娘就說九成學員的認知檢測 分數也有提升 義工發哥也留意到 慶姐的情況有些改善 思維的 排列 可謀 是 也 除可 野 開 魂 感谢观看